讲座开始之前呢 还是风险提示以及免责声明 本次讲座内容均属于一般性建议 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好 那我们进入这个上周的市场回顾 好 那上周的话 比较重要的数据有以上这些 那一月的话呢 美国方面的这个一月制造业PMI 这个采购经历人指数呢 创了15个月的新高 是重新回到了容坑线50之上 那服务业的PMI数据呢 是创了7个月的新高 这两样的数据呢 都表明了在该行业的一个采购经历人 对于未来经济是一片乐观的态度 那12月份呢 美国的这个核心PCE通胀数据呢 降至三年来的新低 那作为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通胀数据啊 这个数据的降低呢 也表明了美国抗通胀进程的一个 比较强劲的 那接着的话呢 在这个昨天公布的这个12月职位空缺数 是高于预期的 以及前值的 那这意味着这个企业的用人需求提升 那另外的话呢 辞职率出现了下降 那这样子一个数据呢 也反映出来近期啊 这个各大公司的裁员状况啊 以及薪资增长乏力啊 招聘放缓等原因啊 让这个啊就业人员呢 更不愿意去更换工作 那其实啊 我们看表面的一个劳动力市场呢 是比较火热的 但是呢 那如果我们仔细看啊 细分的行业的话呢 其实就业增长啊 只是集中在啊 个别几个行业 那根据的一份这个领英的这个调查来看呢 很多人是想换工作啊 但是找不到机会 那更少人的辞职呢 就意味着企业招聘需求降低 那预计薪资增长啊 将会有所放缓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职位空缺数呢 背后的意义啊 也是有可能降低美联储降息的阻力 但是呢 本周我们知道啊 就是一个啊 就业的这个啊 重要的一周 那最主要的就业数据呢 就是周五的美国大飞龙数据啊 这个是各位朋友啊 啊 要值得去关注的 好 那英国方面的 一月份的制造业PMI呢 是录得了47.3啊 服务业的PMI呢 是53.8啊 这两个数据呢 都是高于预期跟前值的啊 反映出呢 英国的一个采购经理人来讲呢 相对来说认为未来的经济会有一点点的回暖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制造业依然是处于融空线之下啊 也就是认为啊 未来的一个制造业依旧会进行衰退 那服务业呢 那服务业呢 相对会比较强劲一点啊 认为未来会进行一个扩张 那欧元区这边呢 啊 经济龙头 德国啊 它的一个制造业是高于预期 服务业呢 则是低于预期的啊 但是值得担忧的是啊 这两样数据呢 啊 均是处于这个50的融空线之下啊 代表啊 这个德国未来的一个经济状况啊 是不容乐观的啊 那如果德国啊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龙头 它的一个经济状况啊 都不是啊 特别乐观的话呢 那可见欧元区啊 它的一个经济前景啊 也是相当暗淡的 好 那上周的话 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啊 是维持了4.5%的利率不变啊 这个是意料之中的 那欧洲央行 它的这个行长拉加德 是强化了啊 经济下行的风险 但是呢 啊 却淡化了一个通胀的担忧啊 那他呢 也是不改变说 是在今年的夏季啊 北半球的夏季 降息的一个预期 那并且啊 在利率决议之后呢 市场是增加了啊 降息的压注啊 整体看来呢 整个市场认为啊 就是欧洲央行 它的本次利率决议 它的一个说辞啊 或者是一个表态啊 是偏鸽派的啊 所以说这个对于欧元来讲呢 是会有一点利空的作用的 那加拿大方面呢 也是维持利率决议啊 在5%不变 那与欧洲相反啊 加拿大他表述呢 则是担忧通胀的前景 那并且呢 他的发言呢 是相对比较鹰派的啊 央行这个行长说啊 是讨论降息 为时过早 那接下来啊 这个官员讨论的 应该是高息环境 维持时间的多久啊 所以呢 整个看来 加拿大的一个利率决议 他跟欧洲央行相反啊 是一个相对比较鹰派的 这样一个决议 好 那接着在我们这个 澳大利亚这边的话呢 12月啊 CPI年率啊 在今天早上公布的 是录得了4.4% 3.4啊 进一步的下降啊 低于预期跟前值的 那这样子呢 其实对于啊 RBA这个澳联储来讲 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信号啊 那说明啊 这个澳洲的一个通胀状况呢 是得到了明显的抑制啊 所以啊 这个澳联储的一个 加息的预期啊 之前市场认为 还有可能再进行一次加息 基本上呢 我会认为是宣告终结了 那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公布之下呢 又会对于澳元跟澳股啊 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就在我们之后的环节中 为大家详细解说 好 那回顾完了上周啊 我们就要进入最精彩的一周啊 就是2024年啊 进入2024年以来最精彩的一周 那这一周呢 又是非常重磅的一周 那有美联储的FOMC利率决议啊 在明日的凌晨啊 澳洲时间6点啊 北京时间3点啊 以及呢 本周也进入了美股的财报季的高峰啊 有五大科技股啊 公布财报 那其中三个呢 已经公布了 两个呢 是在周四的盘后公布 还有呢 在本周五呢 也有非农的就业报告 那所以说这一周啊 是非常重要啊 也是充满交易机会的一周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啊 本期讲座的主题啊 精彩一周啊 交易盛宴 好 那首先我们来到最重要的一个啊 压轴的一个事件啊 就是美联储的啊 利率决议 那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呢 在明天凌晨啊 将会公布 那我们首先呢 要来回顾啊 总结一下 过往啊 这一些经济数据会影响到美联储官员决策的经济数据 它的一个指向啊 是怎么样子的啊 它美国的一个经济基本面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在12月份来讲呢 就业数据方面啊 就业数据啊 特看的话呢 是看非农报告 那就业市场呢 是比较火热的一个状态的啊 然后呢 通胀数据 我们要看三个啊 一个是CPI啊 消费者价格指数 PPI啊 生产者价格指数 以及PCE啊 美国的这个PCE核心通胀数据 这三个数据综合起来呢 告诉我们的一个信号啊 就是美国的通胀啊 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抑制 那经济增长方面呢 我们看的是两个 一个是GDP数据啊 一个是零售销售数据 那反映出来啊 就是经济啊 格外的强劲啊 尤其是这个零售销售这方面呢 那消费者他的一个购买力啊 依旧是啊 非常的惊人的 然后呢 在经济预期的数据呢 我们要看的是PMI数据啊 采购经济人指数 那我们也看到普遍来讲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啊 未来的预期 那还有呢 各个官员跟票委的讲话呢 是鹰派跟鸽派啊 称思不齐啊 是各有的啊 这也跟各个官员 他的一个立场 以及他所处在的一个联储的地区的经济状况啊 是有相关的 好 那我们整个来总结一下 看一下以上的这些数据呢 都反映出啊 怎样的情况呢 就是来讲啊 就业呢 火热 通胀有效益制啊 经济强劲啊 这样子三个基本面呢 导致了啊 在美国明天做决策之前啊 这一份数据呢 已经递交到这个美联储FOMC的那个票委啊 跟鲍威尔主席的啊 手中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样子的一个基本面数据之后呢 我们在本次会议 需要关注哪一些点啊 以及呢 这个鲍威尔 他有可能会在本次会议上啊 发布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声明 那这个啊 是会影响未来啊 这几天啊 甚至数周的一个走势的 那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的就是维持利率5.5% 这个是板上钉钉的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右侧这一幅啊 CME美联储隔夜掉期利率的概率图 那我们呢 先看到右上方这边啊 绿色的这个 那在1月31日啊 明天凌晨这一次利率决议呢 将利率啊 维持在5.5%的高位的概率呢 是97.9% 啊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啊 疑问的 但是呢 值得注意的呢 应该是这一次黄色啊 我这边黄色标出来的 以及这边红色画出来的 就是3月份的这一次啊 他3月份的这一次呢 看起来他维持5.5%的概率呢 是55%左右 那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 大概44%左右啊 所以说是基本接近一个55开的一个数据啊 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呢 市场的分歧主要是在3月份这一次的一个降息计划当中 那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3月份的这一次计划呢 我们就应该有从1月份这一次的利率决议中寻找它的一个线索 然后呢 市场才会逐渐啊 对3月份这样子的一个压注啊 产生一个分化 好 那本次利率决议呢 大概率会说出什么样的声明呢 第一个首先啊 放弃紧缩倾向啊 这个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啊 就是说未来来讲的话呢 加息啊 基本上结束了啊 就要改成进入一个宽松或者叫降息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是肯定的 第二个呢 应该也会说要放慢量化紧缩啊 QT量化紧缩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美联储它的资产负债表啊 其实现在是以每个月大概应该是700亿美元的一个速度啊 进行一个紧缩 但是之后啊 如果呢 放慢这样子的一个紧缩速度啊 就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个流动性呢 是有所利好的啊 那这个同时呢 也是一个转向宽松啊 转向啊 隔派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号 那这一次啊 我们非常重要要关注的是鲍威尔他的政策声明 对于未来数个月的一个政策指引啊 以及呢 他可能啊 要说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呢 啊 会进行降息 那总体来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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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的FOMC利率决议呢 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呢 是在为三月份那一次啊 是否进行降息提供线索啊 引导市场的一个降息预期 那我们知道现在如果是五五开的一个降息预期啊 那可抢而知 说到时候如果真的三月份 FOMC利率决议的时候 不管是降或者是不降啊 一定会是惊吓到市场 那这个对于市场的一个稳定性来讲呢 啊 是非常不利的啊 所以说我相信啊 在这一次的一个一月份的这一次决议当中呢 有一些东西呢 是确定的 那有一部分东西是不确定的地方呢 啊 将会啊 引导啊 交易者啊 对三月份那一次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 慢慢转向一个确定化 啊 好 那我们讲完美联储的一个 他的一个前瞻跟关注点 那我们就要啊 看一下具体的市场影响会是怎么样的 好 那我们就分成汇市股市啊 以及黄金这几大资产类别进行一一说明 那首先的话呢 是美元指数方面 那美元指数呢 啊 在这个利率决议的前夕啊 都是处于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的 好 那目前看起来呢 他的一个量能来讲呢 还是多头稍微会啊 占据一定的一个 呃 这个这个主导地位 那整个来讲呢 我会我自己个人会看到啊 预期啊 本次的利率决议 那可能对于市场的一个啊 影响或者是一个波动啊 并不会特别的巨大啊 多可能是以一个啊 上冲下洗啊 就是说短线内呢 鲍威尔如果讲了一句银派的话呢 那美元就上去了 那鲍威尔如果讲了一句降息的预期的话呢 啊 美元又下来了啊 可能会是一个这样上冲下洗 这样子的一个啊 走势 那最终啊 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啊 比较这个平收的一个状况啊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预期啊 那所以呢 美元指数现在呢 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啊 中性 然后呢 小幅偏多啊 这样子的一个信号 那上方的话呢 第一个阻力位在104.2啊 有可能成为一个目标 那下方的102.5呢 第一支撑位呢 也有可能是被触及到的一个位置 好 那我们看一下黄金 那黄金的话呢 近期的一个走势相对是比较清淡的啊 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面呢 出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形态 那这个形态呢 意味着这个多空的分歧是啊 减少的啊 或者说他的一个这个市场资金去炒作黄金的一个意愿呢 相对来讲并不高啊 那更多的呢 也是由于这个美元 它是一个平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近期我们看到呢 黄金现在好像有一点点啊 要走出这个三角形上轨啊 这样子的一个势头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啊 偏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之前 昨日呢 触及到2050这个阻力位以后 迅速又回到了这个三角形之内啊 所以啊 啊 决定他能不能够走出这个三角形走势的啊 自然就要看到今晚这个FOMCD的决议了 那还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顺势而为啊 就是说能够真的突破了啊 这边这个三角形 那你就顺势去做 然后第一个阻力位呢 看2050 那如果呢 它是一个下破的一个趋势呢 那破了三角形呢 你就啊顺势去操作 那第一个支撑位看2000.5啊 这样子的一个关口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长线方面的一个因素啊 啊 就是在于说 首先那美元呢啊 在一月份不降息 那三月份呢 会不会再降息 不一定 还不知道 但是呢 五月份会不会降息呢 啊 这个的话 时间越往后推啊 答案是越肯定的啊 所以说美元呢 走落啊 黄金呢 依旧是处于一个具有支撑地位的一个作用啊 所以说其实长线来讲 在今年呢 还是处于一个啊 相对偏啊 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方向啊 另外呢 由于近期的一个中东的一个地缘政治啊 是有一点升级的趋势啊 所以说黄金啊 它依旧是具备一个支撑作用的啊 如果呢 真的这个昨天明天呢 有出现这种上冲下洗的行情 它如果价格真的能够短线内跌到2000以下 那这个时候啊 说不定呢 那有机会去尝试接一下多大 好 那第二个重点的话题呢 就来到美股的财报季了 那近期的美股表现呢 是非常的强势的 那本周啊 美股的一个最主要的重头戏 就这些大科技的公司啊 陆陆续续就公布财报了 那在昨天呢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科技公司 那是啊 已经公布了财报 那我这边就大家带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那第一个呢 是超微半导体 啊 AMD 啊 AMD呢 它的一个第四季度财报 营收呢 啊 是同比增长了10%啊 符合预期 它的EPS EPS是美股收益 啊 是0.77% 也是符合预期 那毛利率呢 是51%啊 跟第三季度是持平的 但是呢 未来指引方面啊 这公司的CEO啊 决定提升AI芯片的营收指引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营收指引呢 啊 是远没有达到投资者的预期的啊 所以呢 但是呢 再接着呢 那在2023全年来看呢 啊 AMD 它的总营收呢 是同比下降了4% 那美股收益呢 是降了24%啊 这个降幅是比较巨大的 那毛利率呢 是降了两个点啊 所以呢 整个来看呢 这AMD 它的一个财报是相对啊 比较啊 不乐观的啊 相对比较不太好的 那我们看到AMD呢 在盘后啊 是跌了百分之啊 负 百分之6.49%啊 然后呢 第二个我们来看呢 就是啊 这个切姐妹中的科技巨头中的啊 一个啊 微软 那微软来讲的话呢 啊 它第四季度的财报呢 啊 是相对比较强劲的 那营收呢 同比增加了18% 那超过了预期 那美股收益呢 也超过了预期 尤其是它的这个Azure营业务啊 它是同比增长了30%啊 是超过预期的 那并且这个CEO表示啊 这个Azure它的AI啊 人工智能将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那30%的增长中呢 有6%啊 来自于AI 那并且呢 在未来要把AI人工智能呢 嵌入所有产品来驱动啊 整个公司的业绩增长 那尽管呢 这个微软呢 它的一个啊 这个财报啊 啊 是非常强劲的 但是呢 股价在盘后呢 也是下跌了百分之 0.17% 那第三个呢 我们来看的就是谷歌 那谷歌的话呢 第四季度的财报呢 营收的话呢 啊 是这个 同比增长了13%啊 也是超过了预期 那美股收益呢 EPS也是超过了预期 但是呢 它的一个YouTube广告的一个业务啊 啊 它是这个增长呢 是低于预期的 那这个CEO 他表态啊 在未来呢 将要啊 优化成本结构啊 减少招人 那并且呢 它的一个订阅的一个营收啊 达到了150亿 那并且呢 相比于2019年的这个过去五年内啊 它是整整翻了五倍 并且在未来是有望继续增长 那并且呢 未来各谷歌啊 将会啊 继续大力发展AI 好 那整个来讲呢 谷歌这一次的一个财报呢 相对来说是中规中矩啊 那但是呢 即使这样子的一个财报呢 也是没有办法阻止谷歌啊 在盘后股价是跌了啊 百分之负5.82 好 那在这边呢 我用这个红色的字跟绿色的字呢 跟大家标出来了 是分别是绿多利空啊 跟利多啊 这样子的一个信号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啊 这个超微半导体AMD啊 它的一个财报呢 相对利空的颜色 红色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看到它的微软呢 它的一个利多绿色的颜色 是占据了绝大多数的 那谷歌呢 它的一个利多呢 也是超过利空的一个啊 因素 但是呢 非常奇怪 这三家公司在盘后 无不意外的出现了股价下跌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各位朋友啊 就会非常好奇啊 非常好奇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现象 那在这边呢 有两点因素 那第一点呢 叫做买预期卖适时 这个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更多的来讲呢 就是因为市场啊 提前预判了一个强劲的财报啊 顺着近期的美股啊 一个啊 这个降息预期的一个东风呢 啊 就顺势的去买入了啊 所以呢 提前买入啊 提前预期这样子优秀的财报的时候啊 当这个财报实际公布的时候 如果呢 没有财报出现更多的惊喜啊 那这些提前买入啊 有浮营状态的这些投资者呢 就会获利离场啊 这个叫做买预期卖适时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逻辑来看一下 这三只公司 那其中AMD最差的这一个 那跌的是最惨的 然后微软这一个呢 买预期有了 但是呢 卖适时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财报呢 是这三只里面最强劲的一个 并且呢 是大幅超过预期 那这个时候啊 就会这个有这个投资者啊 之前提前买入的就会认为 嗯啊 这个微软啊 不错啊 将来我可以再看一看啊 说不定会涨得更高啊 那谷歌的话呢 就来讲说啊 符合了预期啊 强势的预期呢 但是呢 如果呢 稍有一点点啊 瑕疵啊 比如说这个广告方面的业务 低于预期的时候 哎 那之前那个买预期的人呢 啊 就要开始卖适时了 啊 所以说这也能够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谷歌 它的股价在盘后 跌幅达到了将近6% 啊 好 那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代表市场啊 就华尔街这些机构啊 更加注重未来增长预期 以及指引 而不是呢 像过去的业绩啊 啊 就这个应该也比较容易理解啊 因为我们投资股票啊 更多呢 投资的是啊 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 那财报呢 则是反映过去的一个啊 业绩 那过去的一个成就啊 并不能够啊 完全代表你啊 将来的一个啊 发展啊 所以呢 这个也是投资的一个啊 基本的逻辑啊 那来这三个股票的一个共同点啊 我为什么要放在这边 重点说啊 就是说他们三个啊 都有一个共同的板块跟主题啊 那就是AI 所以说这三只股票啊 也是在AI浪潮中 它的一个啊 领头羊啊 或者是叫做这个先行者啊 所以说在这个三只股票啊 它未来的一个表现呢 与AI的一个发展啊 是息息相关的 好 那我们讲完了这个重点的这个财报 那各位朋友就一定啊 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这样看起来 那标普啊 看纳斯达克 这样美国的股市到底是会继续上涨啊 还是啊 它的一个涨幅就到此结束了呢 那我这边呢 跟大家啊 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见解啊 那我先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 标普500指数在昨天的这个财报过后啊 啊 是出现了这根红色的阴线啊 出现了一定的下跌 但是今天呢 哎 价格好像又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啊 小幅的上涨 好 那整个来看呢 美股现在它的一个这个股市股价 在这个财报季期间呢 是有可能出现一定的这个满预期 卖事实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啊 它有可能会出现啊 一定的回调 但是呢 一定的回调来讲呢 对我们投资者啊 是一个更好的入场机会 那并且呢 现在我们要看这一周 不单是要看美股的财报 第二个呢 就是要看FOMC利率决议 那它的一个鲍威尔的发言 以及它的一个降息的一个预判 那究竟是怎么样子的 那在我个人的看来啊 就是美股呢 它的一个涨势啊 可能会啊 维持到在二月底财报季啊 公布啊 结束之时啊 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三月份的时候是存在最大悬念的那一次啊 FOMC利率决议 那究竟是降息呢 还是维持啊 目前5.5%的利息呢 这个是市场的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啊 那在此之前呢 乐观情绪呢 以及这个降息预期呢 啊 其实是没有做出特别明显的改变的啊 尽管呢 啊 会有这样子一部分 可能因为科技股的一个财报啊 没有特别的强劲 而出现一定的小幅回调 那我自己也个人认为啊 啊 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之前的一个买预期卖市时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呢 如果真的出现一定的回调 那不妨呢 可以考虑去逢低啊 入场 然后呢啊 持仓的时间呢 可以维持到二月底啊 三月初 那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看啊 经济面的基本状况啊 以及这个三月份的利率决议前瞻之时 啊 那个时候呢 基本面又发生了怎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啊 啊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判断 好 那标普500指数呢 啊 首先呢 还是支撑阻力转化位就4800点 那今年的一个目标位呢 依旧是维持在5000点啊 那是目前看起来 我认为这个5000点要达到了啊 基本上是指日可待的啊 现在就已经4900多了啊 只差了可能七八十点啊 所以说我认为 可能这个目标位5000点的位置呢 啊 要会啊 往上进行一个上调啊 然后来看一下纳斯达克100指数 纳斯达克100指数呢 昨天它的一个跌幅啊 是在三大股指当中最明显的 那答案就非常容易了 那刚刚跟大家解析了啊 权重股 它的科技大科技啊 股价是在盘后是大幅下挫的 那自然啊 它的一个纳斯达克指数整体的表现 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啊 但是呢 我刚刚也说过了啊 这样子的下跌呢 其实并不太影响啊 在未来这段时间啊 大方向依旧是向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啊 情绪跟一个走势 那我们看一下呢 菲波纳契的回调位啊 第一个位置看一下17,243 第二个呢 看17,114 第三个呢 看16,970 那然后呢 在近期啊 出现了一个阻力位啊 在17,630点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有两种做单的思路 第一种呢 等待价格回调啊 到这个菲波纳契的回调位啊 分批次进行一个入场 这是一种策略 第二种策略呢 就是等待他啊 突破了第一阻力位 17,630的时候啊 顺势去进行操作 那今年的目标位18,700点 目前看起来呢 是不变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欧元这方面 那欧元这边呢 在这个欧洲央行 它的一个相对呃 鸽派的利率决议之后呢 它的一个价格是一个 缓慢下跌的一个啊 状况 但是呢 依旧没有走出这个震荡区间啊 1.10到1.0740啊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好 那由于这个美元呢 它依旧也是处于一个横盘震荡的状况呢 我会认为啊 这个欧美这个货币队啊 在未来 如果今天晚上啊 明天凌晨这个FOMCD决议上 没有出现一个暴冷的状况呢 我会认为这个区间啊 会是相对啊 在近期比较固定的一个区间啊 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啊 高抛低息的区间交易策略 那英镑那英镑的话呢 它的一个这个震荡走势啊 是更加的明确的 而且呢 它的一个震荡的幅度呢啊 相比于欧元来讲呢 是更加的小的啊 那同样的啊 第一阻力位1.2800 跟第一支撑位1.2500 这样子的一个区间呢 啊 我觉得短时间内啊 不太容易告破啊 日元那日元同样呢 也一样进入了高位震荡的一个走势 它的一个震荡呢 第一阻力位在148.5 啊 第一支撑位呢 在147啊 这样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啊 依旧是一个横盘震荡的走势 那能不能突破呢 啊 就要看今天 这个明天凌晨的这个FOMC利率决议啊 但是呢 日元呢 相对于来讲啊 可能它的一个政府 或者是它的一个波动啊 是会更容易受到美联储啊 降息预期的影响的啊 因为呢 这个美日在今年内呢 可能一方面美元那边要降息 日元那边啊 要回归这个利率正常化 就是要加息 那所以呢 对于利率的敏感度 它是更高的啊 所以说今天明天凌晨呢 我们要注意关注一下啊 这个区间能不能被告破啊 如果不能被告破的话呢 可能啊 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依旧是处于区间震荡啊 高抛低息的这样一个策略 好 来看家园 那家园的话呢 上周在这个相对较为鹰派的利率决议之后呢 每家这个货币队啊 我们也是找到了明显的一个阻力区间啊 这样子呢 第一阻力位1.3520啊 到了这个位置 明显价格就下来了 然后呢 第一支撑位1.3400 我们看到呢 这个区间带也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啊 1.3400 第二支撑位呢 1.3180啊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点位我们是比较确认的 那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就是1.3400这个位置的支撑作用啊 如果呢 他这个位置能够被吓破 那将会向下看到1.3180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路场去做这个顺势操作的话 他的一个盈亏比是比较高的啊 那反之的话呢 他如果站稳了 旗稳在了1.3400之上 那就有可能要上看1.3520了啊 所以说目前来讲的1.3400这个位置呢 啊 是相对来讲非常不错的啊 可能出现机会的路场点位啊 投资者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美加 澳元 好 澳元的话呢 在今天早上的一个CPI数据公布之后啊 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啊 短线的一个下跌啊 那目前看起来澳元呢 他在这个第一支撑位0.6520啊 之上啊 是齐稳的 就这个支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固的 那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 我自己个人看法也是可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震荡啊 0.6520区间的下跪到0.6680第一阻力位作为区间的上跪啊 所以是会在这个区间进行一个震荡啊 可能呢 会有一个这个高抛低息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啊 机会 原油 那原油啊 这个上周如果啊 这个听了我讲座的朋友啊 或者是过往这几天啊 看了我这个财经报告的这个朋友啊 那相信啊 这样子的机会你一定抓住了啊 就是说他确实呢啊 强势突破了这个0.75.6啊 双底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颈线的位置 那于是呢 突破之后呢 价格呢 突破了 然后呢 撞到了78.5啊 这样子的一个阻力 然后呢 确实呢 他又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踩 反复确认这个突破是有效的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黄色这样子的一个小方框啊 就是我为大家圈甩这个回踩的机会 那我们看到啊 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啊 跟我大概一周之前啊 以及两天之前啊 讲座跟日报的一个预判呢 是基本一致的啊 所以说我为大家看的一个未来走势呢 就是啊 他将会啊 继续向上啊 那一方面呢 在基本面呢 中东的局势是啊 出现了有一定紧张加剧的状况 那鸿海那边呢 危机看起来呢 短时间之内也并不容易解决啊 所以运输成本的提高啊 依旧是能够助推原油价格的啊 一个上涨 所以说未来啊 非常有可能要突破78.5 这样子的一个阻力位啊 看到80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 好 那澳指200 好 那澳洲200指数啊 这个上周听了讲座的朋友啊 这个啊 终于等到了啊 终于等到了啊 这么多周以来啊 终于等到了他47600点啊 突破了啊 终于突破了 并且呢 他有出现了一个回踩确认的信号啊 这边有出现了一定的下影线 那这个呢啊 顺着今天的CPI的数据的公布啊 他已经啊 可以宣告啊 成功突破了7600点的一个阻力啊 震荡了半年之久的这个澳指200啊 是迎来了一个重大的信号啊 就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啊 所以说未来啊啊 可以预期的是在澳联储利率决议的上面呢 他的一个加息议程啊啊 基本上已经是啊 可以宣告结束了 那我们应该看的是呢 他的一个加息将会维持多久 那并且呢 在下半年啊 是不是会跟随美国啊 进行一个降息 所以呢 这样子一个转折点出现的时候 那受这个啊 利息高息环境压制的这个澳股啊 就有可能啊 开启一波比较强劲的上涨了 所以说那个7600点 如果昨天今天啊 这个有抓住机会的朋友啊 有看了我的美洲的那个财经日报的朋友啊 啊那应该啊 是有一个不错的收获的啊 啊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啊 这个突破啊 是非常有可能延续下去的啊 好 日经225指数 那日经225指数呢 在上周也跟大家做过了这个风险提示啊 就是说他的一个涨幅呢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减缓啊 会出现一定的回调啊 那这个也是在本周来讲呢 第一应验了啊 就是他的一个走价格啊 哎下跌了 然后呢 骑吻啊 在这个横盘出现了一个骑吻的状况 那原因呢 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上啊 央行行长释放出了一定的啊 银派信号啊 所以呢啊 日经的话呢啊 就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投资者啊 选择获利了结 那未来的话呢 日经将会怎么走呢啊 我这边会认为 他可能啊 会有一定的这个高位震荡啊 然后呢 等待新的一个啊 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政策信号啊 然后呢 再决议 他究竟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啊 但是呢 我们知道啊 日经呢 他在今年的话呢 会考虑到一个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 也就是啊 这个这个加息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呢 未来在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呢 啊 他的一个价格呢 啊 就有可能啊 向下回调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说不定呢 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啊 逢低皆多的一个入场机会 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飞波纳契的回调位 35,870第一个点啊 已经超过了 第二个点呢 看一下35,170啊 第三个点呢 就是34,576啊 这些点 那如果到时候啊 真的三四月份的时候呢 能够回到这些点的话呢 啊 那不妨啊 也是可以去入场啊 选择一个啊 这个更长时间段内的一个啊 逢低皆多这样子的一个啊 机会啊 因为的话呢 今年来看呢 日本的一个经济基本面还是向好的啊 那日本的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呢 也是向好日股的啊 关键呢 我们是要抓住入场机会啊 还有呢啊 啊 规避掉啊 目前所在的一个风险 好 那接着呢 画的是本周的市场前瞻 那在这个今天晚上啊 啊 有个美国的小飞龙数据啊 就是ADP就业数据 然后呢 今天晚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美国四季度劳工成本指数 那这个数据呢 只是每个每个季度公布一次的啊 所以说可能各位朋友会相对啊 比较陌生 那这个数字呢 是决定了啊 美国的他的一个劳动力市场一个成本 或讲说工资增长的一个幅度啊 所以说是按季度结算 这个非常重要啊 会影响到未来的话啊 他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成本 服务性的一个通胀啊 究竟是会啊更加的严重 还是会有所抑制 那因而呢 啊 他会影响到美联储的一个降息的决策啊 这个数据非常的重要啊 今天晚上要关注的 然后呢 在明天的凌晨 就是美国的FOMC利率决议啊 这个是最为重磅的一个事件 然后呢 在明日的话呢 有美国一月份的ISM制造业PMI 然后呢 在周五呢 就是美国一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欧元区方面呢 在明天时间 有很重要的就是欧元区一页的这个 CPI数据 那我们知道呢 近期欧元区 他的一个通胀出现了一个反弹 原因呢 自然在于说 红海事件啊 导致的一个运输成本上升 那我们要看一下 一月份呢 他的一个通胀状况呢 是出现怎么样子的一个变化 这也会影响到欧元的一个走势 然后的话 明天还有欧元区12月的失业率 那加拿大方面的话呢 在今天晚上有一个11月GDP的数据 那在英国方面明天呢 也有英国央行的利率决议 但是呢 英国央行的利率决议 现在看起来呢 维持现状的一个概率呢 是大概率事件 而且呢 各位朋友也看到了这个近期英镑的一个走势 其实是一个一坛死水 就是说市场 它连这个炒作的空间 炒作的兴趣都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事件呢 我相对来讲呢 是没有美联储利率决议 跟财报寄来的重要的 然后的话呢 在今天晚间时间呢 还有美国的三大原油库存数据 原油库存 库星原油库存 跟战略石油储备库存 好 这个做原油的朋友呢 要重点关注 好 那最后的话呢 请允许我用30秒的时间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与服务 那我们的黄金呢 成本一手是在10到12美金 业内领先 货币队呢 接近0.x业内领先 那我们的话呢 给客户啊 提供了专业化的客户服务 有以上这些内容 那其中呢 精品教育课程啊 也是包括了 基本面技术面 技术分析 这个交易策略 交易心理 等等几大板块 助力各位朋友的交易之路